為期階百分之永anced 大家好,我們是龍尖仔鳥塔 我是包博 我是會恩 我們很高興地跟Sandar In 能夠合作 要跟大家聊聊日本的營酒文化 好 那我們今天要吃的餐廳呢 就是在新宿的附近 那新宿的個群那個區域呢 同時也是上班族最多 然後夜生活最豐富的地方 新宿三滴木這邊是一個有很多餐酒館的知名區域 在新宿二滴木這個區域也有非常多的酒吧 新宿溪口這邊移出來也是蠻多居酒 也可以暢飲喔 對啊,這邊感覺超爆熱鬧 對啊 飲酒文化在日本人的生活中 真的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呢? 對啊,像我們在這邊做了蠻多年了 那就會感受到說 不管是因為上班族工作太累了 然後需要下班就是跟朋友去喝酒放鬆一下 或者是上班族本身其實 喝酒然後吃飯社交 這件事在日本的社會中 扮演一個還蠻重要的地方 所以接下來呢,我們就要用兩個大叔在閒聊 邊吃飯的方式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日本的營酒文化 還有一些我們觀察到有趣的事情 我們就在這一家西新宿的The Rose and Crown 邊喝邊聊吧 乾杯 對了,講到乾杯的話 其實在日本生活兩年的經驗啊 乾杯的東西並不像台灣就是 乾完杯之後就一定要喝到完 它比較是一個大家開始喝酒之前 碰個杯子然後禮貌性調味一下氣氛 那我剛剛講完乾杯的事情啊 你有沒有什麼在 就是喝酒的時候跟乾杯或是什麼 有發生一些相關有趣的事情 應該要回溯到我七年前剛搬來日本的時候 那應該是我第二次參加跟朋友的營酒會 然後覺得大家都做定位了 每個人都點好自己的酒之後呢 然後就是酒是慢慢上了嘛 但是我的酒就已經先上了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太渴了 我就先偷喝了一口 然後朋友就開始笑我 就說你為什麼就是不等大家 就是酒都來之後大家一起乾杯呢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點小尷尬 然後後來才發現就是說 就是這是日本的酒 我換一個很重要的一口 在日本的時候 有時候跟人家喝一樣的東西是一種禮貌 那你竟然一定要喝啤酒 但是不能喝到醉 然後因為喝酒不能開車嘛 所以這時候日本就推出這種all free 那就是完完全全的就是沒有任何酒精 所以你可以看起來它那個 長得跟一般喝的那個啤酒是長得一模一樣的 但是呢 就是因為沒有酒精 所以喝了之後還是可以開車 喝完了 我幫你倒一下這樣子 那就是在日本跟台灣一樣 所以如果看到你的朋友或是上司 或是同事之類的 就是酒喝完之後 就是有禮貌的幫他把酒看到門 來 好那另外呢 像日本人習慣就是吃什麼樣的東西去搭配酒是比較下酒的話啊 種類其實還蠻多的 像我們今天來的這家餐廳啊 它就是屬於異國料的 然後我們點了滿桌的就是肉類 所以肉食系的日本人男子女子都還蠻喜歡這樣子的飲食習慣的 肉食男子女 我覺得吃的也差不多了 但是 我有感覺到喔 你營友文化還沒有分享完齁 對啊 其實營友文化很多不同種 但已經吃到甜點了 所以應該也要換下一家去聊天了吧 我們現在到了澀谷 繼續來吃飯聊天吧 澀谷這一區也是飲酒或不然發達的地方 而且這邊年輕人特別多 氣氛特別嗨喔 在澀谷啊 盜旋版的兩旁 也有很多可以喝酒的餐廳喔 澀谷附近的神圈啊 比起剛剛盜旋版那邊有更加的私房 所以有很多主特的餐廳 好 我們來到第二家聊天的店 就是 元祖肉汁餃子 丹丹丹丹酒廠 乾杯 おつかれさまです 講什麼日文啊你 おつかれさまです 意思就是你今天辛苦了 那這次算是日本贏酒之前的口頭餐 即便是你今天沒有那麼累 但是你還是會說你今天辛苦 所以在台灣人聽起來跟我有點怪怪 但是日本一個當一件的口頭餐來 在東京工作這兩年啊 有時候會看到就是 有時候中午或晚上吃飯的時候 明明是兩個女生約 可是他們竟然都是點啤酒 而且還會 就是一杯接著一杯 那你覺得 你這七年來啊 真的有覺得日本的女生 就是比較會喝酒嗎 酒量好不好 或是能不能喝 我是不知道啊 但是我在這七年來啊 就是 遇到的女生好像都蠻喜歡喝酒的 所以就是 中餐啊晚餐啊 或是社交場的時候 就是一杯接著一杯來 所以真的是他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真的喔 順便介紹一個日本蠻有趣的餃子 大家可能看這是普通的雞翅 但是你看呢 嗯 一咬下去啊 裡面有包豬肉耶 所以其實這個水餃 叫做鐵巴救渣 我看進去他們好像那種 應酬文化真的是 蠻盛行的 那不是很愛喝酒的人 會不會因此就 工作起來比較辛苦 以前是怎樣 我不是很清楚 但近年來我也看到很多 認識的人 他們真的不能喝的話 是真的會跟上司拒絕這樣 所以我覺得社會有在一點一點進來中 我跟你講我一直有一個疑惑 什麼疑惑啊 我的啤酒越來越不冰了 我來自兩年 我從來沒有看過 啤酒裡面有加冰塊 可是我以前去錢櫃都是這樣 用手抓冰塊 然後直接啪 整個塞進杯子裡 是怎麼回事 你真的是觀察細微 的確就是日本在啤酒裡面不會加冰塊 那原因很簡單就是 你加太多冰塊的話 會吃整個啤酒的味道淡掉 那這樣就不好喝啦 那維安你之前在外商公司工作啊 有沒有就是 下班的時候會跟著同事去應酬等等 應酬倒是沒有啦 但是 我有感受到一個 我裡面有氣氛 就是之前 因為公司 team裡面有蠻多不同國家的人嘛 然後 有時候就是 約去吃飯啊 啊 就是我可以感受到 不管是 韓國人 台灣人或日本人 自己都有 被這個環境影響 然後 大家都變得超愛喝酒的 就是每次去喝都狂 狂暴的喝這樣 哇今天吃的真是酒足飯堡的 對啊 來東京工作這兩年之後 我覺得有件事蠻奇妙的 可是我好像被日本的文化影響 現在每次來東京啊 吃飯的時候就特別想點酒 而且呢 我個人最喜歡喝的是 生啤酒 我想應該也是 日本飲酒文化的盛行 而影響到你想點酒了吧 沒錯 所以呢 如果你是已經成年的觀眾朋友們 那就來日本的時候 可以到餐廳點點小酒 體驗一下日本的飲酒文化吧 我是包伯 我是文 大家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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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我們 都是 我們 也 我們 說 我們 有